所以各位下回我们来办一个49天大悲咒闭关 那是梦想 自己念吧 这个还用我教吗 这个那么简单 你就自己每天那么恨 就看到观音菩萨 所以很多寺庙就把观音的84项做成形象 对不对 让大家看看 那我就会去走 一个字一个字 那么恨 念到第二个念 念久了就熟了 那你为什么要84项 可以断除所有众生八万四千种烦恼 可以消除所有众生八万四千种病 而可以让所有众生十方诸佛菩萨净土 皆得往生 让所有众生永不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观音菩萨说 念大悲咒 不会发财 就不叫大悲咒 念大悲咒 没有好的辩财口财 就不叫大悲咒 所以念大悲咒 得智慧 得辩财 得财富 但是 那问题是你要修啊 你要很认真的按照这样修 所以第二页 那么恶里耶 如一伦菩萨 现前加持 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这些护法都会现前 都会现前 所以当我们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我这本故意做成小本的 然后各位以后经常念 好不好 现在没时间玩手机了 我要念这个 那么 慢慢念 然后看着 因为这里面中文还没有写得很详细 如果各位 我们还有一本比较大本的 就每一句话的意思 又写得更详细 或是这个出向的本尊 代表什么法的时候 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至少知道 哇 宁可大悲咒 十方诸佛 佛菩萨 愤怒 本尊 是什么神明通通出来的 来做全方位的加持 如果你有那个信心 就像演电影一样 念一个 念一句 念一句 这些佛菩萨就放光 去利益众生 就像我们经轮一转 这个经轮就出现了一万尊观音菩萨 然后就不断地去利益众生 请翻到后面 第103页 讲讲发心 跟要讲讲功德 那有了这个功德 前面有一个梁武帝的故事 那各位就自己看 因为有一位和尚 来念大悲咒的时候 整个皇宫震动 哇 梁武帝 为什么 因为念大悲咒 特别后面有四个护法神 所以大悲咒本来88句 后来就把梁武帝 把后面这四句切掉 他又说 哇 你这个一念过 我们整个皇宫震动 那还得了 所以梁武帝就下令 后面四句不能念 但是现在皇帝不在了 可以念了 后面这样写 因为所以物名老法师 希望我们念后面这四句 因为连皇宫都震动的加持 所以103页 颂慈大悲咒的功德利益 颂慈大悲神咒得十五种 十五种善生 那念大悲咒不是为自己 念一下 当愿众生 得十五种善生 善生就是好的未来 好的出生 没有不好的未来 因为念大悲咒 可以给众生有这十五种 第一 所生之处 长逢善亡 这个要不要念 赶快念 所以我们都希望 很好的国王 很好的领导 很好的老板 对不对 这个 另外你要了解 这个世界 大家的心造成 我们佛教徒不用紧张 只要大家培养福报 有这个悲心 自然就有好的结果 因为佛教也不喜欢对立 对立 对每一个 该只是让一个好的 对大众有帮助的 提早献起 所以呢 所生之处 长逢善亡 第二个 长生善国 你会出生在一个和平快乐的国家 甚至是净土 第三个 长子好食 你就会碰到最好的时机 老实说了 台湾还真不错 我们刚刚台湾这次台风 怎么吹都吹不进来 都插边球 所以不好意思 都吹到别的国家 弄了大灾难 台湾 26个台风 都没有吹进来 今年几个台风 也没吹进来 因为台湾人 吃素多 念佛多 所以我们办法会的时候 在供佛 摘生 7000个出现 也是大台风 那些法师 没问题 政府都宣布放假了 台风还是不来 多放一天 因为这些法师 没问题 所以三宝的加持力 第四 长逢善有 要多念大伯 大伯做 你不会碰到坏朋友 来骗你 来拐你 冤亲在主要现前了 老实说 好跟不好 随时都在面前 但是万法 唯心照 当我们以大悲心 念大悲众 不好了就跳开了 比如说 你要结婚 有两个男人 一个是要来找你麻烦 讨债的 一个是要来 对你好一辈子 但是你用一个 好的动机 念观音菩萨的一拜 那你就会碰到 那个好的 这样了解吗 永远记住 今天你生病的时候 医生有好跟不好 有些医生 你看他非开刀 非死不行 有些医生一看就好 那你要念大悲众 念观音菩萨 他就把好的到前面 不好的 你没因缘碰到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并不是说 一个人永远好运 而是念下来 存好心 就得好运 就是这个意思 那最好的心是什么 大慈悲心 念大悲众 以大慈悲心 这种思维力 然后呢 来念大悲众 如来历 来想着众生 都可以离苦的 大慈悲心 帮助他们 念大悲众 所以 常逢善有 第五 身根常得巨足 就是外表身材啊 手指头啊 各个都好 这也是发菩提心 都要修的 发菩提心归佛 那就是希望自己 得佛陀的向好庄严 因为这样才可以利益众生 现在的人现不现实啊 你要是长得不好看 他不理你 你要唱歌不好听 他不甩你 我现在 就是就喜欢这样 因为这个 这个深色的世界 但是佛菩萨 庄严的外表 不会让我们 引起分别性 却让我们 生起恭敬心 所以心态 再来 第六 道心存熟 多念大悲众啊 你的菩提心 不会退转 所以 调查一下 会被大悲众的 举手 至少你看 十分之一 世界就靠你们这几位 每天念念几遍啊 会念得很快 很快就念完了 一天念21遍 49遍 有人一天念108遍 但是我希望 各位把动机调好 来念力量更强 动机调好 第七 不犯经戒 你念大悲众不会犯戒 受五戒 也不会犯戒 受八观哉戒 受菩萨戒 不会犯戒 第八 所有眷属 恩义和顺 家庭和得来 公司 同伴和得来 所以 有吵架的地方 各位 我们为他念大悲众 第九 知据 才实 常得 风足 好不好 要有钱 吃得好 用得好 常得 风足 不但自己如此 来 当愿 众生 知据 才实 常得 风足 用的东西 住的 钱 都 不缺 第十 恒得他人 恭敬 福皆 所有人看到你 主动的尊敬你 尊敬你 扶着你的手 这是一种代表礼貌 所以 修持悲心的人 念大悲众的人 别人尊敬 第十一 所有财宝 无他截夺 你的钱 不会有人来侵犯你 就像 世间的金钱 是五家共有 但是你念 慈悲心 念大悲众的人 你这些钱 不会被伤害 第十二 欲遇所求 皆得撑税 念一下四个字 心想事成 你想的好事 都会成就 任何好事 都会成就 所以各位 修行要修到这样 祈愿大家都健康 祈愿大家都成就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 要好好修 好好修 经常修 看到老人说 祝你走路不跌倒 他就永远不会跌倒 看到生意人 祝你发财 他就发财 那你要修啊 所以你经常念大悲众 你想什么 对方都能够埋怨 第十三 龙天善神 恒常 永畏 那这些护法 龙天善神 不是恶神啊 善神 恒就是24小时 经常的 拥护你 保护你 第十四 所生之处 见佛闻法 那你一定会往生 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 听佛说法 悟无声 第十五 所闻正法 悟甚深意 更重要 同样一部心经 有些看得懂 有些体悟不了 所以多念大悲众 所以每次法会之前 都会念大悲众 希望大家听闻佛法 可以抓到这个要点 把这个要点 融入在心里面 所以这大悲众 有着十五种善生 翻过来 宋慈大悲众的功德利益 若人天宋慈大悲众 者不受十五种饿死也 饿就是不好的下场 所以不是光人在念 天道更喜欢念大悲众 第一个 不令其饥饿困苦而死 所以当愿众生都不饿死 来 法会功德 会向非洲的森林大火 巴西的大火 赶快消除 众生离苦 各位我想 你看到这个世界上 有不好的时候 你赶快 祈求观音菩萨 就为他们念一遍大悲众 第二 不畏家经葬除死 被关起来 被绑起来 被打死 所以希望这个世界不发生这些事情 第三 不畏冤家仇对死 看到你的仇人拿刀杀你 有些人埋伏 枪杀他 一个人在路边被打死 被一个人抢了 打死 这个都是冤心在主 过去是你伤害他 现在他来找你 这个世界没有意外的事情 他是念大悲众 不会碰到冤心在主 来伤害你 第四 不会 不畏军政相杀死 就是 没有战争 不用参与战争 各位都念大悲众 消愁战争对立 第五 不畏豺狼恶受 残害死 那古时候 一定要进山 就会被老虎啊 被熊啊 被动物咬 但是念大悲众 不会被动物咬死 第六 不畏毒蛇 玩些 所重死 就是毒蛇啊 毒乌公啊 所咬死 念大悲众 不会遭遇这种 第七 不畏水火 焚飘死 水灾 火灾 烧死 淹死 念大悲众 所以各位到海边 一定要念大悲众 为什么 很多水里面淹死的 亡魂啊 动物啊 得以超度 那你说 不念可以吗 不念就不慈悲 因为水里面有被淹死的 战争有死的 所以我们只要 现在有这个时代 是媒体 网络时代 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 你都知道 问题你要赶快 为他们生起悲心 第八 不为毒药所重死 不会中毒而死 第九 不为鼓毒害死 给你下鼓啊 所以害死 第十 不畏狂乱思念死 那不会因为神经病 发作 现在各位看到 西方社会吃很多药 他们要这样 乱发抖 甚至跳癌自杀 所以这个叫狂乱思念死 第十一 不畏山树癌案 对落死 现在很多人都去照相 然后就摔死 赶快念大悲咒 希望他们这些 不会摔死 摔死的得超度 第十二 不为恶人厌寐死 碰到不好的人 给你放什么小鬼啊 给你伤害你 念大悲咒 不会遭受这个 第十三 不为恶人厌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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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